歡迎來到自由亞洲兵家常識節目 今日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國一艘小型核潛艇在武漢失勢沉入水中 很多朋友聽到核潛艇會心生疑惑 中國的核潛艇都是在遼寧葫蘆島製造的 武漢怎麼會有核潛艇呢 關於這條新聞的真實性 我已經在上期節目中論述了 主要有以下幾個論點 第一 這次出事的並不是093和094那樣的大型核潛艇 而是一艘排水量不到4000噸的小型核潛艇 武昌造船廠完全有能力建造 第二 武漢是中國海軍設計的中心 在這裡有負責海軍軍艦總體設計的701研究所 它同時負責中國所有常規動力潛艇的設計 還有專門負責核潛艇設計的719研究所 和下屬於中核集團專門負責核動力研究的105研究所 建造這樣一艘實驗性質的小堆核潛艇 需要武漢三個研究所共同合作 而將這艘核潛艇的建造放在武漢是最符合邏輯的 第三 武漢建造核潛艇的消息也能從中文媒體中找到印證 我們來看網易這篇文章 標題就叫做 《041小型核潛艇一次裝料後續航力無限將提升潛艇部隊戰力》 文章表示 地處武漢的某某船舶重工公司 在039C型常規潛艇上安裝國產小型核反應對的新型核動力潛艇已經下水 而搜狐這篇文章 標題叫做 《國產041小堆潛艇來了!千噸級配備核動力開啟全核化下餃子》 這些大陸文章都證實了武漢造船長有製造核潛艇能力 而且在今年春天已經下水了一艘核潛艇 我們綜合衛星圖片中國媒體報導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國防部官員的說法 可以確認中國小型核潛艇在武漢沉默是確有發生的事情 接下來就存在一個問題 中國為什麼要在一艘排水量僅僅3000多噸的小型潛艇上安裝核反應堆呢? 中國的039級潛艇採用的是傳統的柴電動力系統 到了039A型潛艇首次使用了瑞典的斯特林發動機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崛氣推進系統 簡單來說 斯特林發動機就是通過熱障冷縮的原理 把熱能轉化為機械能 它有兩個氣缸 兩個氣缸中分別有一個活塞 你只需要對斯特林發動機兩個氣缸中的一個進行加熱 另外一個進行降溫 就可以產生動力 它不需要像柴油機一樣 一定要通過空氣燃燒才能驅動螺旋槳前進 斯特林發動機不需要空氣 也比較安靜 但是它有兩大問題 第一 就是功率太小了 斯特林發動機依靠氣體熱障冷縮來做工 比如瑞典哥特林的一台斯特林發動機功率只有75千瓦 大概就是100多匹馬力 功率低導致水下航速非常慢 大概只有4至6節的速度 第二大缺點就是它需要消耗柴油和液氧 斯特林發動機的原理是將熱能轉化為機械能 但是有一個問題 在潛艇上 你的熱能來自於哪呢 你總不能用雙手捂著氣缸把它捂熱吧 其實斯特林發動機的熱源來自於柴油和液氧混合燃燒 所以它不依賴於空氣 但是它依賴於氧氣 而當潛艇出行時 必須攜帶大量的液氧 這就導致一個問題 潛艇在水下自持力只有2至3個星期 因為你的液氧用光了 你就得浮上來了 日本就意識到了斯特林發動機的局限性 在蒼龍級潛艇上採用了斯特林發動機 但在最新的大晶級潛艇上 完全棄用斯特林發動機 改用鋰電池 而中國在041級潛艇上也棄用了斯特林發動機 採用另外一個技術路線 小型核反應堆 核動力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 首先是無線潛行 只要你帶了足夠的食物 在水下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氧氣可以通過電解水提供動力無限 而且在水下還可以保持達到30節的高速 更重要的是 這艘041級核潛艇採用的 很有可能是小堆推進 也就是小型自然循環反應堆 它依靠冷卻器的自然循環冷卻 一回路運行過程中不需要機械泵了 整個系統結構簡單 沒有複雜的管道和閥門 小堆推進的核反應堆可以直接為電池供電 再由電動機帶動螺旋槳旋轉 這帶來諸多好處 首先它不需要大量的機械傳動結構 而我們知道 噪聲源自於震動 減少了機械結構 震動小了很多 噪聲也小了很多 中國在幾年前宣布開發出來了 ACP-100小型核反應堆 也就是玲瓏一號 它適用於分散式的發電 也可以放置於船上 成為浮動電站 中國小型核潛艇採用的核反應堆 很有可能就是玲瓏一號的遍體 專門用於軍事艦船 我們來看一下玲瓏一號的時間線 在2015年 中國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簽署協議 開始安全審查工作 在2021年7月 玲瓏一號在海南昌江核電站開工 2024年5月21日 玲瓏一號主控室正式啟動 從時間線上來看 在2024的上半年 中國首個小型核反應堆在海南正式啟用 而這樣的小型核反應堆本質上就是一個核電池 可以用於船上發電 所以在2024年 它裝入中國全新建造的041級核潛艇 從時間線上來說是完全吻合的 我們最後總結一下 中國這次在武漢出世的041級核潛艇 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動力系統 採用了中國小堆推進技術 體積更小 噪音更低 這樣一款3000多噸的常規動力潛艇 擁有核潛艇的續航能力 如果大規模建造在台海 東海 南海作戰 會給美國海軍帶來很大困擾 這就是中國海軍的原本計劃 然而 人算不如天算 衛星圖片和美國國防部已經證實了 這艘全新建造的潛艇已經出世 那麼中國核潛艇為什麼會出這次事故呢 具體的技術細節 我們外部人很難得知 但是 有一個因素很有可能會影響到 就是 武昌造船廠搬家了 在幾年之前 因為城市建設的需求 武昌造船廠從位於武漢核心地帶的武昌整體搬遷 我們來看《網易2022年》這篇報導 表示在12月17日上午 武船雙柳基地正式掛牌 武昌造船廠搬家帶來兩個問題 第一 搬家之後 新廠房的設備調適是否過關 生產工藝是否到位呢 039級常規動力潛艇一般建造時間大概是一年 但是首艘潛艇往往要花更長時間 比如039型首艘潛艇 1992年在武漢的青山造船廠開工 1994年下水 1996年交付中國海軍 觀光建造就花了兩年時間 從時間線上來說 在2022年左右 武昌造船廠的新廠房正式投產 到我們看到041級核潛艇出事 前後差不多是一年半至兩年時間 也就是說 當新產房剛剛投產的時候 這艘全新的041核潛艇就開始建造了 這表明 武漢造船廠全新的雙柳建設基地 其生產設備 生產流程製造工藝 恐怕存在一定瑕疵 特別是對於潛艇 焊接工藝有著非常高的要求 第二個問題 人員流失 我們來看一下 武漢新的雙柳製造基地在哪裡 它位於武漢和黃港的中間 甚至距離黃港更近 離武漢更遠 從地圖上來看 武昌造船廠的雙柳基地 距離武昌區開車的話要一個小時 如果是上下班高峰期間 你堵堵車都要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了 對於絕大多數船廠職工來說 他們之前都生活在武漢市區 交通 購物 孩子上學都非常方便 現在搬到了距離黃港更近的雙柳基地 有一些人 特別是技術中間 可能就不願意搬家了 他們可以在武漢另找工作 甚至可以到沿海去尋找薪水更好的工作機會 比如上海的江南造船廠 更換新的生產基地加上專業人員流失 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武漢造船廠的生產質量 而這次核潛艇沉默 對於中國海軍有重要的打擊 第一 就是情報工作 這次的消息是美國國安部官員 專門透過《華爾街日報》釋放出來的 裡面提到的核潛艇這一信息 是從衛星圖像外部資料分析不出來的 這裡只有一種解釋 美國情報部門在中國海軍內部有自己的情報來源 他們非常清楚中國海軍內部的各種動向 既然美國海軍可以知道 中國海軍最先進的核潛艇沉默了 如果中國海軍想要攻打台灣 或者有其他的一舉一動 美國一樣有辦法知道 第二 就是海軍裝備的質量問題 一艘全新製造的核潛艇甚至還沒有海事 就在自己的造船廠裡面沉了 這樣的事情恐怕是前無古人 恐怕也會後無來者 而且武漢是中國海軍設計和建造的核心基地 有負責常規動力潛艇和大型軍艦設計的701鎖 核潛艇設計的719鎖負責核動力技術開發的105鎖 武昌造船廠建造了無數的039個型潛艇 現在武昌造船廠都出了這麼離譜的事故 可想而知其他中國軍艦的質量會不會存在類似的問題 在和平時期 你可能看不出區域來 但真要到了戰場上 這些軍艦 潛艇會不會像俄羅斯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一樣 面對烏克蘭發來的兩枚海王星導彈 雷達沒有反應 防空武器沒有反應 就被沒有海軍的烏克蘭給擊沉了呢 俄羅斯之父 中國之艦 我覺得這種事情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們是怎麼看的呢 我是子丁 我們下期節目再會 часто看了一間內容 在兩邊都一邊 就這樣看了那一間內容 有沒有看不見